不同角度看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视角 我是丁杰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麻州放宽口罩要求 但有七个地点除外 麻州卫生官员周二放宽了该州的口罩指南 建议只有高危人群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应该在室内戴口罩 公共卫生部仍然在敦促人们接种疫苗和加强针 并指出接种疫苗仍然是防止严重疾病住院和死亡的最有效保护措施 公共卫生部在决定放宽指南时 引用了该州的疫苗接种率和新冠指标 根据新的指导原则 任何免疫系统较弱的人 由于年龄或潜在的医疗条件而导致严重疾病风险增加的人 或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一起生活的人 严重疾病风险增加的人或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除了在自己家里 在室内时应该戴上口罩 卫生部还建议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继续佩戴口罩 以帮助防止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被认为是密切接触者或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 必须遵循隔离和检疫指南 其中包括在第五天离开隔离或检疫后 连续五天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在麻州 所有的人无论其疫苗接种状况如何 都需要在某些场合继续佩戴面罩 包括一些交通和医疗机构 自2021年5月29日以来 仍然强制要求佩戴口罩的场所的完整清单 可以在州政府网站上找到 他们包括 在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上 包括在MBTA 通勤铁路 公共汽车 渡轮和飞机上 以及在乘坐共享汽车 出租车和代驾车辆时 在交通枢纽内 包括火车站 公共汽车站和机场 任何时候都必须戴面罩 在交通枢纽外等候的人 不再需要戴口罩 该要求适用于乘客和工人 由麻州许可或经营的保健设施 以及由公共卫生部 或专业执照司下属的专业委员会许可的 任何提供者的保健实践地点 这些场所包括 养老院 疗养院 紧急医疗服务 医院 医生和其他医疗 和牙科诊所 紧急护理场所 社区卫生中心 疫苗接种点 行为健康诊所 以及物质和成瘾服务局设施 这些要求适用于 病人 居民 工作人员 供应商和访客 强制要求 强制要求佩戴口罩的场所 还包括 由麻州经营许可认证监管授权或资助的 集中护理设施或项目 这些环境包括 由儿童和家庭部 青年服务部 精神健康部 公共卫生部 发展服务部 退伍军人服务部 麻州盲人委员会 老年事务执行办公室 和麻州康复委员会 经营许可认证监管授权或资助的 辅助生活住宅 团体住宅 住院治疗项目和设施的公共区域 这一要求适用于客户 居民 工作人员 供应商和访客 紧急庇护计划 包括个人和家庭 无家可归者庇护所 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庇护所 退伍军人庇护所 以及由住房和社区发展部 资助的庇护所 这一要求也适用于 客人 工作人员 供应商和所有访客 承介所 承介部的监狱 牢房和其他承介设施 这项要求适用于 被拘留或监禁的人 工作人员 供应商和访客 由麻州 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执行办公室 或其机构之一 经营许可认证监管 或资助的保健 和日间服务及项目 这些环境包括 成人日间保健 日间适应训练 全纳计划 以及其他服务 以上这些呢 是仍然强制要求 佩戴口罩的场所 感谢关注这一期视角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